早晨 各位觀眾早晨 今天很開心 有沒有看奧運 我們見到香港隊很厲害 真是100分 又有花劍金牌的張家朗 又有200米自由式的何詩培 拿了銀牌 恭喜 這麼高興的時間 為了這個100分的表現 我們想支持一下 大家慶祝一下 我們送出100張現金優惠券 每張50元 給大家在門市買東西 連同消費券 政府送給我們一起用 就可以用50元額外現金消費券 玩法如何 你可以在直播時間 首100個觀眾WhatsApp我們 裡面寫一句就可以了 消費券50元 我的同事就會記錄 然後到時就會用WhatsApp通知你 希望大家買得開心 我現在開始回答問題 第一條 麻煩你 螢光幕的問題未出 有個觀眾叫做夏天 照眼是否這樣照眼部周圍就可以 還是要照月位 用I want 還是I want beauty 照眼 其實我們眼旁邊有很多月位 如果很精準地做這件事 你可以對正月位圖的月位去照 但我覺得可以簡單一點 就是圍著眼 那些月位照就可以了 I want beauty 會幫你的眼紋去得多些 I want 就可以消腫 和將一些炎症去減少 如果純粹是為美容 用I want beauty 效果好一點 Sindy Wong問 斷食可不可以喝蔬果汁 蔬果汁有很多卡路里 包括有糖分等 他不能在斷食的時間 16小時去喝 喝了就cancel了斷食效果 Yu Ho問 益生菌吃得太多會否過量 吃多少才夠 除了洋蔥之外 還有什麼食物有益生菌 這裏有兩個問題 益生菌很難吃得過量 因為我們身體裏面 長度的菌是很多很多很多億 那你吃益生菌 一粒兩粒三粒都很難會過量 所以我們其實要的是 益生菌的菌種入了腸道 它自己在增長 這個增長 只要你的長度有足夠益生菌 它就可以增長 益生菌是什麼呢 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除了洋蔥纖維特別多之外 有不少蔬菜都有 我建議大家吃洋蔥 因為益生菌的比例多 還有一些蔥 蒜頭 這些蔥類的植物都比較多 但萬一你吃不到 吃多些菜 裡面都有益生菌 只是比例沒有洋蔥 那麽多 Lie Sundy問 益生菌是否要吃不同種類 市面上有很多牌子 是否可以吃兩三種 不會令腸臟 只能適應一種益生菌 這個是對的 我們身體裏面 我以前都說過 益生菌 可被研究到 或者叫做分到出來的品種 可能一百幾十 那麽多 但我們實際上有的益生菌 在人類的長度裏面 是隨時過萬種的 只不過大便分離出來 很多都死亡了 我們分析不了它 所以吃多幾隻牌子 是絕對沒有壞的 不過大家要懂選擇 就是看著那個瓶的標籤選擇 你就不要吃那個瓶的標籤 那幾隻牌子裏面 都是重複了 重疊了 都是那些某幾種菌 那你會令到菌種 集中於某一些益生菌 而令到它做大了 反而會減少少少民族的菌種 另外建議大家都 吃多些天然食物裏面有的益生菌 例如酸椰菜 Kimchi 納豆這些 Grace Choyman 請問教授 服用益生菌藥丸的服藥指引是between meals 即代表如何服用 首先益生菌不是一個藥丸 between meals 即是空腹的意思 我們希望益生菌進入胃裡 不要混合食物 因為你空腹的時候 胃裡沒有食物 益生菌的膠囊打開了 就不會被那些胃酸 撈在那麽久 胃酸有機會把部分益生菌 殺了 空腹的時候吃 就快些落到小腸 減少損失 Annie Chanman 不吃膽固醇藥 按太充月位可否減低壞膽固醇 Omega可以改善嗎 有其他食療可以幫助嗎 膽固醇藥 是解決LDL 即低密度脂蛋白的藥物 太充月是幫肝 是可以幫助肝 改善膽固醇代謝問題 但你說是完全代替 這個很長篇的答案 我真的要找一集說一下膽固醇 這裏兩句說不完 Omega 相信大家是講Omega3 其實是改善身體的嚴正 Omega3是一個很好的油 建議大家多吃 有什麽食療可以幫助膽固醇問題 其實我們要減輕LDL 叫做低密度脂蛋白的問題 吃多些抗氧化的食物 絕對有幫助 例如深色的蔬菜 不只是綠色 紅色、紫色、黃色等都要吃 蔬菜水果深色的 那些叫Polyphenol多的食物 會幫助大家 有一個叫媽媽學英文的觀眾問 本人從事紀律部隊 所以吃飯和睡眠都不定時 經常感到疲倦 難以集中精神 應如何是好 可能很多紀律部隊要夜班熬夜 所以吃和睡都不定時 很累這些情況 我建議你們用NATURAL RELAX和睡眠 在睡覺前大概一個小時去吃這個食物 你會睡得軟一點 睡得軟一點 對你的精神恢復會很有幫助 另外可以做多些腦的穴位 幫你的神經系統 特別是自主神經系統的穴位 例如我們的風池穴 背脊的腎穴 和腳底的湧泉 這三對穴位都會幫助你很多 Chris Chan問 一直有食用桂公司的遺絲 請問斷食期間可以吃媽媽 這句問題答當然可以 遺絲是沒有卡路里的 所以斷食期間沒有問題 另外FASTING可以吃什麼 這個FASTING 即是不吃東西 即是甚麼都不吃 你可以喝沒有卡路里的飲品 不要吃任何東西 但喝水、茶、齋啡可以 第三就是問可以喝防彈咖啡嗎 防彈咖啡 其實裏面有不少牛油 所以就不要了 因為那些牛油的熱量是不少的 就影響了你斷食的結果 Anise Chan問 內致可不可以用I-Warn 和Picco Silver 去改善能否斷尾 可用其他辦法嗎 I-Warn可以幫助肝經的穴位 減輕內致問題 治癡問題一定是和肝經有關 我建議大家用我經常講的對肝經有用的穴位 這個太沖 在腳面那裏 大噸 沿著這條線都是肝經來的 多些做這些穴位幫助治癡 內致有一個現象 就是大便會有些血 如果它穿了的話 如果你看到大便沒有血 已經是一個改善 Picco Silver 其實不容易處理內致 因為你要擠進肛門裏 這是有點困難 如果你做到也可以 那用什麼方法斷尾呢 其實第一不要太怒氣 因為很多時候肝經的受損 和激氣是很有關係的 平復心情 放鬆一點 還有兩個製品可以幫助 因為肝的問題 和怒氣問題 用胃削減和自然的製品 這兩個製品會幫助很多 Mary兩問 處理月為一個多月了 包括風池、白匯、三陰交 太沖、湧泉、太溪 頸痛和睡眠都有明顯改善 恭喜 奇怪是多年都是兩日一次大便 最近明顯一日一次大便 而且是去皮香蕉 去皮香蕉 回到就是摩托 所以很多相關小毛病都改善 各位恭喜اذ 因為很多懐植 會令整身經絡一直通 經絡互相連接 對一根關經絡 便會通到周邊相關經絡 長度健康 大腸經 這些発症 Help 也會通了 所以大便便好 一個二次是很好 去皮香蕉是不硬不軟的狀態 是完美的大便 恭喜你 Mary Leung 問 左邊鼻竇長大懷疑因為年輕時用過 Easy花粉敏感的噴劑副作用 有時半夜覺得塞住 只有一邊鼻孔呼吸 有辦法令鼻竇縮小一點嗎 這個Mary的問題其實跟我以前 在澳洲讀書的時候一模一樣 我那時花粉症敏感花粉 令鼻子長期無法呼吸 一到春天的時候 因為頂著呼吸就噴了抗造積安的噴鼻劑 噴得多是很多副作用 包括會眼睡 而且會越噴越多 像成癮一樣 初初噴一下有用 之後噴很多才有用 而且當它的藥效一下降的時候 你又會避塞 如果半夜避塞就很辛苦 我最後也解決了這個問題 後來沒有問題 就是搞一個免疫系統 做心包經的瘀位 用I-Wan或I-Relief更快 在手腕的內陽池 這條是藍色的心包經 內陽池和 離開轉彎位射手指的免疫期月 通心包經 將免疫系統正常化一些 沒有那麼多過敏情況 同時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用益生菌 益生菌是 醫治這些敏感症 解決長度健康 解決長度細菌平衡 令到我們那個敏感下降 無論是花粉症 濕疹 這些都是用益生菌 另外有兩個餘位 可以讓你比較高速解決 避塞 就是營香穴 在兩個臂翼 套在這個位置 用I-Wan指著 這個營香穴 你哪邊避塞 你照哪邊多些 可以減避塞 這是令到鼻鬥裡面 其實不是鼻鬥 是鼻甲 我們有上鼻甲 中鼻甲 還有下鼻甲 有三範鼻甲 在鼻孔裡面 它脹了 所以塞住的鼻膏 就不是鼻鬥問題 喫癮症問 媽媽因腫瘤侵蝕 手臂骨折 但暫時不可以做手術 可以用I-Wan嗎 可以用I-Wan舒緩痛楚 當然 會不會激活癌細胞 其實I-Wan是提高 我們的血循環 令我們的免疫細胞 血細胞 可以很快去每一個地方 I-Wan可以幫免疫系統 做多些事情 沒有數據顯示 激活癌細胞 有心臟起駁器可以用I-Wan嗎 這個好問題 心臟起駁器就是 就是放在心臟要入電心 維持心跳的電子設備 I-Wan因為用光 不會影響心臟起駁器 但I-Relief是有機會的 I-Relief有電流 如果由左手通過右手的時候 對起駁器可能會有些干擾 所以大家要注意 開開心心問 Happy M是否只可以在月經期間用 平時可不可以每日用護理 可以令子宮循環提高 卵巢也有幫助 所以可以常常用 第二段的問題 Happy M每日最多可以用多少次 其實沒有限 你用多少次都可以 勤有功 經絡月通就越好 第三段的問題 I-Wan3於月經期間 可以照常使用嗎 可以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還是要 不好意思 跳了 問題 還是要等於經過後才使用 不用 用 用 M緊的時候都可以用 Cynthia Cynthia Lamb問 如果 二級燒傷 復原中是否適合吃維他命C 醫生有提我 很大機會要穿壓力 防止肉牙增生 受傷胃致視 左手上下臂 這個很不幸的觀眾 維他命C 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 散發 因為維他命C 幫助我們做膠原蛋白 所以做皮膚需要大量的膠原蛋白 適合吃維他命C 也幫助我們的免疫系統 因為沒有了皮膚 就沒有了一個屏障 去阻擋外面的細菌 病毒 是可以吃的 沒有問題的 壓力也是按醫生的指示做 沒有問題的 Ivan Wong問 上星期你說動物脂肪是好東西 是否我們吃很多 牛腩、牛雜、雞皮、魚皮 都不怕血管塞 這些全部都很好吃的東西 好問題來的 動物脂肪真是好東西 不過你要留意動物是怎樣養大 雞皮和鵝、鴨這些皮 其實都是好東西 只不過我們要留意 如果是打針雞的問題 皮和頸 因為雞打針的時候 很多時候在頸上打 不要吃雞頸 不要吃雞皮 如果是打針雞 如果是走地雞 是非常好的東西 不是吃一兩塊雞皮會有問題 我是建議大家 吃少些打針雞的雞皮 因為你吃就打針那些藥 另外牛腩、牛雜 都是很多內臟脂肪 這些脂肪也很多飽和脂肪酸 只要那個牛 是一個健康牛 是可以的 但是量不可以太多 因為你吃多了會肥 因為這些脂肪的熱量比較高 所以都是建議你跟回 之前的指引大家的 食不要多過你的消耗 另外魚皮也是好東西 要注意魚皮就一定要整熟 有些不斷一搓的魚皮 怕有寄生蟲的問題 你整熟它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魚皮 我建議大家 鹹水魚的魚皮是優勝過淡水魚的魚皮 因為大部分養淡水魚的農夫 都下藥的 例如抗生素 鹹水魚是少很多的 特別是那些細條的鹹水魚 Wilson Shackman 請問i-relief 與物理治療用的電療用的電極貼有什麼不同 我每日用i-relief一小時會有電流在身上嗎 以前很多人問過 很值得說 物理治療用的 用電震震下貼著肌肉 其實是脈衝治療兒 英文叫Tense機 脈衝治療兒跟i-relief是兩回事 i-relief是用PVA 即是質子震動有罪 利用電流帶入身體 連波形都跟Tense機是不同的 而物理治療用的電療機 其實是令你的肌肉收縮 這個收縮就好像運動又好像按摩這樣的效果 是幫助我們一些肌肉的康復 亦都幫助一些的循環 但是它跟i-relief是兩回事 因為i-relief是以通經樂的功能為主 第二節的問題是 每日用一小時會有電在身體上嗎 不會的 電流一結束就結束了 你一關機那一刻已經沒有電流 Chris Wong問 我想改善心律不正 用i-1和i-relief會相較有效 我兩樣都買了 我相信是用誰比較好 心律不正 其實就是心臟的SA note和AV note 產生的電訊號不正常 引致你的心跳不規則 用i-1和i-relief都可以 我建議心臟的問題 就是用神門穴 在手指尾 拉到上來 對著手腕的線的位置 有個神門穴 你可以Google一下神門穴的位置 對心臟很有用 如果你不想經常掛著穴位 你就這樣照著手指尾 手指肚 也對心臟很有幫助 因為這是心經 心臟不正的朋友 很多 另外Natural Healer 也做很多 Arythmia 心臟不正的個案 很容易改善 Sean Yip問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arving and 斷食 中文的意思是 捱餓或飢餓和斷食有什麼不同 捱餓意思是 不知捱多久 可以捱很久 捱餓沒有定義 而斷食的定義 通常就是指 你一段短暫時間不吃東西 那就是斷食 兩者的效果相似 看你不吃多久 我建議大家 不吃16個小時一日 就已經達到一個 剛才片段說的效果 有很多好處 不吃到24小時 36小時以上 有更多的效果出現 你可以看這條片 A NING HUANG MEN 請問手腳的青筋好燕 有沒有什麼意思 是身體問題 先回答第一節 青筋燕是靜脈的血液阻塞 或是靜脈曲傷 即是說 血液回流到心臟 通過靜脈 出現了阻滯 青筋血管會比較燃 未必是身體問題 不過跟循環有關 有些人生出來 血管都會燃一些 皮膚薄一些 都會燃一些 除非你是凸起 很厲害的 就是一個很濕的問題 斷食16小時可消除 細胞 如果胃不好可以斷食嗎 如果不可以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代替 胃不好 我是不建議斷食的 因為你的胃酸分泌已經不正常 或者你的胃黏膜受損 我建議你不要考慮斷食 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呢 可以吃少 如果你想減肥的話 不一定是靠斷食 你吃少 你用的能量多於你的攝取能量 一樣可以減肥 Katherine將問 我大約三年前開始膝頭痛 下雨前會痛 上來來梯又痛 斷食可不可以減鹽症 可以 斷食是可以減輕鹽症 剛才我那條曲線 都說了膝頭哥的痛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斷食可以令身體 吃了一些壞細胞 吃了一些不好的細胞 亦都令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有改善 回到前面 膝頭哥的痛 我有一個項目可以幫助大家 膝頭哥有兩個穴位很好 一個叫內膝眼 一個叫外膝眼 在菠蘿蓋下面有兩個粒位 你用眼鏡去照 膝頭痛是可以有幫助的 還有一個懶點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 叫做Happy Bag的產品 剛剛桌面有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是好像護膝那樣的產品 亮燈 膝頭哥可以這樣包著膝頭 裡面的光 亦都可以幫你消炎 這個對膝頭哥很快有效 下一條 Line Paper問 我朋友要上班要9點PM 左右才下班 之後9點3跟同事吃晚飯 11點晚上睡覺 想試168又想跟同事吃晚飯 請問如何 在臨睡前進食一樣有效嗎 效果會較低嗎 這些都幾常見的香港人 幾熬夜的問題 如果你要168 第一個原則就是16個小時不吃 就算你是晚上吃飯 也可以的 早餐不吃 已經很容易達到16個小時不吃飯的時間 但效果就有點不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夜吃飯 你的睡眠質素是有受影響的 睡眠質素跟消化很有關係 如果你的胃很脹 也有很多東西還在消化 睡得不太軟 時間關係 導演提到我還有三條問題 我多答三條 下一條 Renee Yau問 我做文職工作 每天坐足8小時 身體中央肥胖 有時還會坐到腰骨痛 請問可以一直用I-1照腰部疏痛嗎 可以一路照著腰部減痛 我建議你不如用Happy Bag 因為你可能要起床做其他事 或是去洗手間 你拿著I-1很難定在腰部 用Happy Bag 困住腰部 其實更簡單 希望這位朋友幫到 另外還有一個 你可以 我建議你加一個腰墊 通常這些問題 跟你的腰的彎曲問題有關 我們背部有一個彎位 大部份坐捨咒的人 這個彎位都是直了 引致腰痛 所以你最好有一個很硬身 或者足夠硬度的腰墊 貼著來坐 硬著這個彎位 總之確定這個彎位是有一個承托 否則你用什麼產品 始終根源問題都未改善 文書行問 請問食斗類製品 能否舒緩更年期的不適呢? 或是進食含有黃體銅的食物呢? 腸道內有億計的細菌生存住 請問每天補充億生菌 能否足夠數量在腸道佔有位置? 這裏有幾個問題 其實斗類製品 我其實不是很想建議大家用的 其實黃斗本身問題不多 但現在大部份的黃斗都是傳基因黃斗 所以你要我回答斗類製品 我寧願不用斗類製品 用其他更年期要吃的東西 你看看更年期那一集 有很多適合這類人吃的食物 下面那條問題就是 益生菌的問題 其實我們益生菌 是每天都在大便裡拔走了 拔走了一部份 每天只要補充益生菌 腸裏面又會有生新的益生菌出來 所以建議每天都用 有些人如果能夠經常吃 有發酵過的蔬菜食物 例如我剛才提到的那些 都可以增加益生菌 但如果沒有足夠這些食物 吃益生菌的益生菌就最簡單 最後一條 業縣傾問 維他命C可不可以長期吃 因為有些醫生說吸收多 會有腎石 是否呢 維他命C 如果是Ascorbic Exit 即化學維他命太多 有些數字是 統計和腎石有些關係 但維他命C是可以長期吃的 你吃的量一般根據以往的論文 一些研究 一天幾千毫克以來都很少有問題 而美國的FDA也都建議 R recommended daily consumption 即每天的攝取量 一千毫克是一個標準 所以你如果一天吃幾粒 很難有問題的 最後我們會送出100張 去慶祝這個 有100分表現的香港奧運的代表 多謝 下個星期再見 Ebbs